2014年 陈建峰出演《风神英雄榜》里的江紫牙一角 凭借这个角色 让他收获了不少粉丝 更有人评价他为史上最帅江紫牙 在大陆发展没多久 陈建峰突然受到抵制 落入无戏可拍的地步 1999年 陈建峰参加全能DJ大赛 被无线电视台发掘 以此出道 电视台为他投入了很多资源 可谓是当时力捧的小生之一 与吴卓熙 黄宗泽 林峰吉马国民并称为TVB吴小生 由于俊秀的外表 陈建峰一出道就拍摄了第一部电视剧《红衣手记》 担任剧中男主角 并且与蛇诗曼搭档拍戏 电视剧一经播出 产生了不错的反响 张国荣曾邀请陈建峰 出演自己的MV洁身字号 真不愧是高起点 随后 陈建峰更是出演了雪景系列电视剧和《冲上云霄》 《少年四大名部》 让他声名确起 大家都认识到了这位帅气的小伙 在与电视台的合约到期之后 陈建峰选择来到内地发展 此时32岁的他接拍到了内地的第一部戏《美人心记》 在戏中 陈建峰饰演温润如玉的刘恒 这样的角色简直是他专属的 电视剧播出之后 陈建峰吸粉无数 大概都被他身上的气质所吸引吧 他和舒畅搭戏《烽火佳人》 两人更是成为迎平情侣 被人称作国民老公对陈建峰 却开始往东坏的方向走 大概是人红就开始飘了 陈建峰也不例外 曾多次在公众场合 当着媒体的面前抨击前东架电视台 指责电视台对他严苛 经常压榨自己 甚至几年都不涨薪水 以后根本不会再拍电视台的戏了 真是在电视台内外交困的时候 狠狠踩了一脚 这样的做法引起了高层的注意 陈建峰参加活动的时候 电视台都会派人盯着 防止他乱说话 就这样 陈建峰在内地的资源开始下降 刚有一点的名气 很快就消失了 他想再次回到电视台拍戏 电视台果断地拒绝了 虽然电视台让他受过不少委屈 但没有电视台的挖掘 怎么会有陈建峰的今天呢 电视台可以说是他的伯乐了吧 自从来到内地发展后 陈建峰曾拿过很多奖项 但他会经常嘲讽以前的同事 甚至嘲笑林峰拿的试塑料奖项 真的是人红是非多 居然硬刚自己的前东架和前同事 2017年之后 陈建峰播出的作品少之又少 既没有新作品的拍摄也没有录制的作品 不久后的他宣布退出娱乐圈 接下来的日子想要开始研究别的东西 众多粉丝非常不理解他的行为 面对种种猜忌 他终于说出了原因 我被检查出得了脑仪传病 今后没有办法进行高强度的拍摄了 一次采访 陈建峰面对镜头 表达着自己曾经萌生过轻生的念头 当我穿上潜水服的时候 脑海中会突然响起一个声音 往更深处游吧 这样世界上就会少一个叫陈建峰的人了 他知道这样的想法很是可怕 但他无法控制自己 陈建峰得知自己患有脑仪传病的时候 感觉整个天都要塌了 翻看他的履历 原来陈建峰在入圈前 还是个彻彻底底的学霸 大学毕业于香港大学物理系 曾拿过几十个技能等级证书 包括幼儿护理 荣雅手语 独木舟 参谋潜水教练证等 这么多年 陈建峰一直保持着潜勇的习惯 他的身体一直非常健康 还曾有过三十多次鲜血经历 被评为十大健康之星 这样的生活状态依旧没躲过患病 陈建峰一时找不到生活的意义 却诊后 他退掉了所有事业 回到香港休养 让粉丝没想到的是 最后陈建峰还是决定退圈 宣布退圈后 陈建峰经历了一段低迷的时期 甚至决定准备后事 幸运的是 他的家人一直陪伴鼓励着陈建峰 他开始接触新鲜的事物 研究神学以此修身养性 出道这么多年 陈建峰塑造了许多经典的形象 大部分是温文尔雅的 没有传过绯闻 但做人还是要懂得感恩 不可坐视过绝 本期的视频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